如果连续下雨一年会发生什么,起初几天你并不会感到什么异样,但很快你会有窒息和压抑感。 因为没有阳光的帮助,植物很难进行光合作用,这会导致空气中氧含量减少。 另外,输电线路可能开始发生故障,没有电力供应,大部分靠电力运作设备几乎全部停止工作。 而随着降雨持续,低海拔和沿海地区居民会遭受严重洪涝灾害。 因为持续降雨,农作物无法生长,食物会变得越来越珍贵。 当储存的备用粮食也快要消耗殆尽的时候,饥荒问题开始逐渐遍布全球。 受潮湿和多雨环境的影响,曾经可怕的传染疾病、疟疾又开始大规模流行起来。 据生物学家研究表明,瘧疾主要通过蚊虫进行传播, 而持续的大规模降雨更是给蚊虫繁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 最终人类数量会成断崖式下降。 就像瓤变了一样,不过蚊虫脚这种东西就像瓶了一样。 座主要通过蚊虫脚,所为蚊虫脚。 único东西就像瓶虫脚. 然后、红外蚊扎幕后, 感谢观看